你有見過華人爸媽生出來一個印度寶寶嗎? 她就是 她的爸媽是華人 但她是印度人 而且她是從華人媽媽的肚子裡出來的 至少這29年以來 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29歲的她才知道她是被領養的 對於這整大段故事呢 已經有好幾部影片了 很精彩 大家可以去看 經過了這幾部影片 我們才發現大家對於使館嬰兒的知識非常的薄弱 才導致你我都被騙 所以今天我們 到了這個Chocodamasa的Shrine Mode 然後Oh my God 我看到了 Oh my God 不是Kawancel嗎? 皇宮啊 你有沒有偏摸 你要不要confirm什麼一次 今天我已經有跟Dr.Joboyment了 我一點緊張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你現在正在感受著 你當年你媽媽有心情嗎? Hello,Dr. Hello,大家好 我是梁偉耀醫生 Alpha市管中心的醫生 我們兩個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我們有很多的Question要請教一下 Dr. 媽媽 但是是用別人的Sperm 然後到最後才發現到 Oh my God 是Indian的Sperm 所以才發現到才是經典這樣子 這個Story是Legit的嗎? 還是是不可能可以這樣的Story的 不是很Legit 當然借精子 比如講男生有問題要借的精子 用Sperm Bank 是OK 有這個Option去做 我有沒有可能講 那我要印度人的Sperm 是可以這樣Request的嗎? 理論講 當然Donal的Profile也是看到有華人 有印度人的 但是你兩夫妻是華人哦 I'm sure 我好奇 通常是男生的問題還是女生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來比較 其實是差不多一樣 什麼樣的問題啊 可能精子有點毛病 睾丸的健康沒有這樣好 以前的做法 精髓排出來沒有精蟲在裡面 就當著沒有精蟲啦 如果那個睾丸的細胞 還沒有完完全全壞掉 還可以一個手術 一個小手術 從睾丸那邊 哇那個肉出來 等一下 女生 女生就比較複雜 因為女生是複雜生BB的嘛 所以女生有更多 更多因素 對 我媽媽之前哦 她其實在我這個Case之前 有做過兩次的這個IVF 以前當然那個Success不高 現在的Success rate已經是蠻高的 可以到差不多80%以上 Success rate 80 那些胚胎比如講 以前是養到第二天 第三天就快快移植了 現在可以養到第五天 比較成熟的胚胎 我們叫男胚啦 然後她的 她的 在跟媽媽的子宮結合的機會 比較高 這款也是年齡限制啊 其實也 一點不公平 對女生來講 是 你講的對 男生的睾丸的細胞呢 每天是在做蟲出來的 所以那些蟲 每次都是新鮮的 其實那蟲的藍色體是新鮮的 所以比如講 一個70歲80歲的男生 如果他是健康 他找一個20歲的太太 他也是可以做爸爸 其實還可以嗎 如果他健康 如果他的睾丸健康 來月經11歲12歲哦 就是那些 卵子就開始 成長了 Active 變Active 就慢慢就排出來 就像我們講的排卵 如果是沒有 懷孕的話 那些卵子排出來 就每個月這樣子排出來 就沒掉 所以那些卵子會用完的 幾歲啊 平均馬來西亞女生 平均是差不多51歲 但是當然如果天生 是卵子比較少 就提早聽聽聽 40多歲就會聽聽 為什麼剛才我聽起來就覺得說 真的是女生真的會比男生辛苦很多 對 不只是那個量會越來越少 質量也是越來越少 比如講 如果一個現在是40歲的女生 現在他懷孕 他的寶寶是一個40歲的卵子做出來的 因為那個卵子就跟著他40年了 這樣子我就想到一個東西 因為我最近才有聽到一個詞 叫做 Egg Free 這個東西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 問得好 你了解剛才我們講的故事 就講一個女生的卵子會用完的 比如講他是32歲 33歲 但是他還不要結婚 他冷凍他的卵子 可能他40多歲 過後找到對象 但是可能在這個時候他的卵子不好啦 他還有這些之前冷凍的卵子 解凍出來幫助他 他可能是40多歲 45歲 46歲 但是他做出來的寶寶 30多歲的女生的跨底 然後也是有些比較 比較sad的case 比如講有些女生 年輕就有什麼癌症 要去做 Chemo 要做 Radiation 你做了 Chemo Radiation 你的卵巢的細胞會弄壞 他冷凍的那些卵子出來先 先趕快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把它藏好 今天 一個要 Egg Free Gene的女生過來的 假設是我啦 我假設做 Egg Free Gene 你要 老婆啊 你待這裡了 然後Consum Consum完了之後 這樣子你會給他什麼東西啊 比如講 檢查過後就講沒有什麼大毛病 子宮卵巢 那些是OK 所以我會教你怎麼用那個藥 那個針是荷爾蒙針 所以打在肚皮那邊 那些藥帶回去 放在冰箏 然後等月經來 因為打字是月經的第一天才打字 自己要帶回去 所以是自己打 不用來到神 不需要 不需要 天哪科技這樣發達 老公我要 那錢我跟你講怎樣 baby 我也是陪你啊 哦 好 sweet哦你 純屬於樂 在14天後再回來自己 再取卵 對我們注意 用掃瞄來看那些卵子成長的怎麼樣 如果是熟了 我們就可以去做那個 next step 就是這個取卵 這樣子整個取卵過程會很痛 所以那個女生需要分泌 哦 所以這樣起來 全部 Egg 都在外面有的 哦這樣就好哦 我不用擔心啊 這樣子Doctor我請問一下 這個 Egg Free Gene 是多少錢的 我非常知道 會比IVF貴 因為它是IVF的一半嘛 因為我們是出牌取卵就完成了 哦 然後這些卵子我們就冷凍起來 所以當然會比IVF便宜很多 過程當然要看每個女生不一樣 她用的藥啊 她的量啊 她的dose 要需要打幾天啊 是打少還是打長一點 所以可能每一個女生的 要需要用到的錢是 是不一樣的 我們冷凍卵子 它的survival rate是比較高的 所以冷凍一年五年十年都好 解凍出來 它那個損傷的機率是比較低 不會超過5%這樣子 Baby 你把這個放在這裡 你可以不用擔心那個 Egg 會死掉 我最怕就是這個 要幫我解決掉所有問題 今天呢 因為Alpha真的是對我們粉絲太好了 因為她太喜歡豆豆老師的事關於的故事 所以她給我們粉絲有一個Costling折扣 因為本人來自己Costling需要899 現在只需要3889 OK了 觀眾朋友們如果你們對於這個類型 還有什麼樣的疑問 打Alpha Doctor會給你最專業的回應 豆豆老師剛剛跟醫生聊了那麼多呢 我看到今天剛剛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What if 當年你的養母 他的事關願意兒是success的話 你們會不會就不會相遇了 站在父母的立場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 不管他會不會success 我們決定不到了嘛對不對 現在來做這個IVF成功率是很高沒有錯 但是 當下我們站在父母跟孩子的心裡 是 沒有管什麼幾率不幾率的 是有一個孩子是about緣分的 所以我覺得 就算她 我媽媽到時候 有沒有成功 我覺得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現在當下 我是她的孩子 哦 哇 這其實剛剛整個聽下來呢 我覺得我蠻看重成功率這個東西 因為Alpha她自己剛剛總得也有講 因為自己的科技比較發達什麼的 所以自己的成功率真的比較高 然後我可以推薦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想要做這一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我是推薦Alpha 因為我覺得你都要花錢跟花心思 精力在這個地方身上了 那 why not 找一個最好的 就不要把錢花在冤枉 冤枉啦 什麼 不要把錢花在冤枉是什麼 不要花冤枉 不要把錢花在不對的地方 謝謝 其實剛剛跟一直聊天的啊 我發現到其實女生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 現在的科技她是可以 egg freezing 她是可以把你的 軟 變成是可以動起來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推薦給 尤其是現在 就是女生想要有孩子的話 可以有更好去規劃你這個 懷孕的這個過程 跟另一半一起去規劃好好 就是 你想要找一點就是規劃在適合的年齡去做這個egg freezing的話 可以聽取一些醫生的建議 然後把這整個過程都把它plan好 所以對你跟對孩子都是一個很好的保障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男生真的要多保護女生 真的很辛苦 嗯 Baby你越近的時候 我會幫你買紅豆湯給你喝好不好 謝謝老公 訂閱我們的新的頻道 種族騎士 還有追蹤所有的IG FB 那會不會有新的一集的尋親這件事情 我們就看到底有沒有找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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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